不少人在外工作求學都需要租房 但現在物價漲翻天 想找個滿意舒適的套房 實在不容易 有網友最近在找住屋處 看了好多間 忍不住抱怨 好得太貴 便宜的卻又問題一大堆 最後只能勉強租了一間 離工作地方近 環境乾淨 房租一個月6000元 價錢還算合理 大約5坪大的套房 沒想到他的朋友 在新竹湖口 一間電池製造廠工作 公司提供的宿舍 不只是10坪大的單人套房 還有陽台和乾濕分離的廁所 而且一個月房租只要3000元 10坪真的福利很好 這是哪一家公司啊 福利這麼好我也想去啊 我覺得還滿划算 還滿佛心的 如果10坪的話會想要進去 看幾個人在裡面 如果太多人還是不考慮 福利超好 讓不少網友羨慕不宜 只喊3000元住這麼大的宿舍 真的太夢幻了吧 以這樣的分租套房的類型 住金大概都在8000塊左右 對在湖口區 那如果落在我們新竹市啊 至少都在1萬塊以上的租金啊 主要是看東區還是北區這樣 湖口工業區一帶同樣食品大小 平均租屋價格大約8000元 因此3000元月租費 也成員工福利之一 增加留人增彩又硬 TVBS新聞陳世銘何可言新竹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